日本小利远群岛火山今年8月喷发 产生的火山扶石在11月后陆续 县中台东沿海区域 随着东北季风跟潮水 离岛南雨的东北沿岸也发现踪迹 主任表示扶石可以影响出海钓鱼的航道 变成有时候我们做移民的 外海全部都一大堆 必须绕过群扶石来钓鱼 因为只要我们乡民 如果说经过轻扶石的话 造成引擎后坏掉属石 变成我们乡民后一大的 最大的属石就在这里 另外南雨东北沿岸潮尖带 跟部落滩头都可以发现日本火山扶石 虽然塑料面积区域涵盖不大 但主任担心潮尖带生物遭到破坏 海巡单位表示 目前虽然不会造成生态浩劫 但会持续监控 在整个南雨的像开源港 然后龙门港以及南雨的北边 有一些灵溪的火山扶石都有发现 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呢 像我们的安检就会告知那个 渔民目前在哪边发现的位置 请他们避开 南雨安检所长表示 如有妨碍船只航道 会联系在地机关配合清理浮石 族人说明年的飞雨季即将来临 期望浮石能紧早清理 不然会影响到明年捕捞飞雨作业 介绍上马里大圣台东来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年据